哈喽各位大家晚上好,又回到来我们每周一次的克拉普号市,然后这个星期我们不谈政治,不谈体育,不谈国际,但我们来谈一下,呃,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时事课题,但这个跟真的跟我们很靠近啦,呃,就是关于,呃,非常靠近,对,就跟,呃,关于他有性权益的哈,呃,给大家一个快速 呃,一个怎么说,就是那个事情的背景这样啦哈,嗯,其实我们在,呃,是这些关于到女性权益的东西,但等下呆男会为主,然后去带大家去梳理一下那整个,呃,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点,那当然我,我这里先给大家有一个简单的时间,先去做一个参考,那在这之前也是希望说大家如果在听这个podcast的时候可以把它,呃,分享出去,然后让,呃,更多人 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啊,大家可以在留言区那边留言,然后我们时候会再,呃,去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样,然后也值得让我们讨论的话,可能下一次我们再做讨论哦,好,我来说一下时间线吧,那在去,其实在去年12月18日的时候,有6名我国女子,哦,还有一个,呃,非营利组织,非政府组织呢,呃,是Family Frontiers, 然后他们是家庭前线,他们就入禀法庭啦,去讨论的这个点,那个点是什么,我国,我国的女公民,和外籍男生生下的那个孩子,能否成为大马,能否拥有大马公民权,啊,然后入禀的法庭一直拖拖拖拖拖到今天9月9号的时候, 然后,高庭法官,阿大呢,就拆绝了,那我国的,女性公民啊,也就是Female Malaysian Citizen呢,她是拥有国际传承权的,啊,这是属于,国际传承权的,啊,这是属于,啊,所以,国际传承权的,啊,她是,啊,属于算是一个很,具有标杆性的一个拆绝,因为她对于我国来讲说是相当的大的嘛,因为过去来讲说就是,You are not, which means you are not, but then,在9月9号就已经说,哎, 是可以的,因为,啊,不可以有任何歧视,然后再来,我们再想到是说,因为她虽然裁决了,裁决了其实是,还可以被上诉的,所以我们,啊,一想,我觉得那个时候是,我觉得想象得到,我个人是觉得她是想象得到总监察长呢,就,啊,按照内政部长的一个指示,她就在9月13日呢,去做了一轮上诉,她这个上诉就是说她要, 推翻这个高厅的裁决,就是不要承认,啊,我国女公民有那个国籍的传承权,啊,93天过后的9月16号,也就是在马来西亚日当天,13名朝野议员,在这个时候呼吁首相,指示总监察长,撤回上诉, 那这13名朝野议员中,我没有记错的话,她是有Bersadu的,她是有Bersadu的议员,所以她是,真的是跨党派的,就是,啊,interparliamentary的,就是整个parliamentary里头的,议员都有在呼吁首相呢,啊,叫她去,啊,叫首相去指示总监察长,就要撤回上诉啦,好,同一天呢,啊, 啊,内政部其实,啊,当然会做一些动作啦,毕竟是9月13号内政部长,指示总监察长要去上诉嘛,所以她在9月16号的时候,她有提出了,关于这个,双国籍的一个问题啊,就是double citizenship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一个点哦,是关于到女性,那,啊,过去这几天,其实你有关注到,啊,啊, 啊,龙哥的页面也有写关于到,啊,啊,父,父权社会这个东西,或母系社会这个东西,啊,可能过后我们大家可以去阅读一下,但今天我们要来谈这个,哎,大马女性国籍传承权,啊,听起来很,很技术性,很学术性,但是,其实她跟我们生活上是非常的贴近的,所以我现在把,先把时间交给,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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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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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开始吧 其实我国内一直都充斥着很多社会 毕竟现在就是一个比较开明的社会 就是你要跟谁结婚 都是有你的自由权 所以就是有很多 马来西亚女子和外国男子 可能结婚之后 他们都是在马来西亚生活的 只是他的孩子 爱与他的父亲 就是那个外籍男子 就不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这些孩子是不能有 马来西亚的公民权 就少了公民权 大家都知道会丧失了很多很多的权益 譬如没有IC 譬如不能上小学 譬如很多去政府医院 或者是处理一些手续的时候 都是你不是我们公民 我们不能把你当成一个公民 来对待的这种不平等的权益 OK这样我们就先来看 这个9月9号 我们的高庭法官是怎样 全是这个联邦宪法的 但是他的说法 就是有讲到 这个当局就是高庭还有起诉人 就是这6个人 还有这个家庭前线 这个非政府组织 他们没有要改变法律 也不是讲他们做了这个标杆性的裁决 是要改变整个宪法 或者是整个马来西亚的法律 他们是有一开始就说 他们没有想要改变 只是要找另一种方式 来补救现在的整个法律 OK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法律是什么 根据联邦宪法赋录2的第一支B条文 OK里面讲到什么呢 里面就是讲到 孩子就是要有这个爸爸 就是他的父亲必须是马来西亚人 他才可以得到这个公民的身份 然后这个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就是 当初就是从以前以前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是一个比较父权的社会 然后当时候就是 比较多的是你的信 相信大家很多父权社会的东西都流传到现在来 譬如说你的姓氏就是跟你爸爸的姓氏 很少是跟妈妈的姓氏嘛 然后根据这个宪法就是有讲到马来西亚的公民 你要成为公民的话 你的爸爸就必须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这边当中其实是有几个诠释的 譬如就是第一个 你在马来西亚独立之后 这是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发生的事情 马来西亚独立之后出生的话 你的父母 你的父亲必须是要在马来西亚出生 或者是在马来西亚的州属 或者是哪一个联邦之下去出生 就是拿到公民权 你才可以是一个马来西亚公民 就代表你的母亲是不是马来西亚人 就是一个比较次要的东西 比较重点是你的父亲必须要是马来西亚人 OK 然后这个阿 这个阿大就是我们的这个 高庭法官 他其实有讲 要重新诠释这个父亲的这个 这个definition 他就有讲到 其实我们不能再用父亲来看了 因为现在整个开明的社会的话 应该解读成这个父录二字一 第一gb条文像刚才说的 那个父亲一词应该解读成 包括母亲在内 就是要改成 只要你的父母都是 其中一个是马来西亚人的话 你就可以有这个 马来西亚的国民的这个公民权了 就代表这个情况赋予的是 不论你是男生还是女生 只要你是大马人 你就有那个传承权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当时候是有 很标杆性的这个裁决 很多人说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 然后当时这个起诉人的代表律师 也就是那六名上诉的 这六名入禀法庭的女子的代表律师 是有讲到 其实他赞赏整个高庭的裁决 就是讲我国司法在性别平等的方面 其实算是迈进一大步 而且他有讲到其实这个做法是有符合到国会在2001年修订的这个联邦宪法的第八条文 也就是保留整个家庭完整的这个面貌 也就是代表也不要有一个歧视女性的这个东西在里面 可是就是13号的时候总检察署就是讲 内政部长就是叫我去上诉 然后当时候的上诉的整个原因是什么 又没有讲到 然后三天后也就是马来西亚日 9月16号的时候 13名国会议员跨党派 其实是有讲到 呼吁这个首相要指示总检察商撤回这个上诉 理由是有两个 第一个 马来西亚就是应该迈向性别平等的这个脚步去出发 第二点 他们是认为即便是政府还是内政部都好 都必须要尊重司法的裁决 也就是高庭讲怎样 我们必须尊重 不是代表 不是讲我们有很大的权利 我们就看到这个裁决 我们不满意 我们就去挑战 是基于这两个原因去提成上诉 可是没有讲到同一天的时候 内政部就讲 有双重国籍的这个问题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 OK 今天要来谈的是 那有一个疑问 请问 刚才有说到 因为内政部有说法是 因为你的父母都是 一个是外国人 一个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才会有双国籍的问题 那我们推一步来讲的话 那如果马来西亚男子 跟外籍女子结婚的时候 那也不是你的父母 也有两个国籍吗 那为什么你的孩子 就 你的孩子只要父亲是马来西亚人 你就不会有双重国籍的问题 但你的母亲是马来西亚人 父亲不是马来西亚人的时候 为什么又会有这个问题的产生 这就是一个矛盾点 所以就是要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等一下大家可以讨论的 而且大家也有发现到 就是内政部其实没有论证到 为什么男公民的孩子 就不会有双重国籍 就像我刚才讲的 反过来女公民的就会有这个东西 所以我觉得可以谈的一点是 会不会是我国政府 其实还活在过去的 这个父权的体系 或者是父权的社会下面 就认为说 只要孩子跟着父亲的国籍 就没有问题 孩子跟着母亲的国籍 就有问题 所以先问一下大家 问一下龙哥或者是Celine 对于这样的一个看法 是不是有认同 马来西亚的政府 还是活在一个比较父权的社会下面 龙哥先说吧 我在交去给龙哥或是Celine 发表看法之前 我想要 我想要请大家 如果在今天的Clubhouse过后 可以去参考一下 刚刚戴南有提到的马来西亚宪法 在于父路那边有提到是说 其实如果你会看到 你只要找关键字的话 你打一个father或者是爸爸 其实绝大部分出来的都是father 那你要打mother的话 那其实基本上只有出现两次 所以father在这一篇里头 是出现了总共14次 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看到是说 我们的宪法在过去就一直在强调说 男性男性男性 对即便是马来西亚 马来亚独立了60多年 马来西亚成立了50多年 对不起 然后在这段时间我们也看得到是说 我们应该要与时并进了 然后为什么我们还在停留着男性为主 我们为什么还在套用着 或者是使用着一个男性为主的宪法 所以在这一点其实是确实值得我们讨论的 我把时间再交给Longka 我也是非常赞成就是Ken讲的 其实马来西亚的状况 其实一直都是在启示女性的 我觉得这个很大层面上 就是刚才Ken讲的 其实是体制上一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从国会里面来看 如果我还记得 就是有关于选议长的事情的话 其实我只是看到有 如果是讲执政党的话 其实有很少的男生是出来捍卫说 需要一名女生的 就是再筛选一名女生的副议长 或者是议长上去的 反正他们是站在一个政治的考量 去考量这件事情 这样子 然后你会看到说其实只有 他是主来达这些女性的这些政治人物 他们会发生这样子 所以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其实他们也没有太注重 女性的这个权益这样子 反而这个女性权益 只有女性在谈 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反对党 都是女性在谈这样子 然后从国会的整个议员的议席来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说 其实女生的这个议席是非常少的 然后从那个名单来看的话 其实你是看到女性的这个职位也是很少的 所以从体制上来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其实国家或者政府 他们没有太注重女性的这个权益这样子 当然现在只有一把声音 是在讲说 其实国会应该有 内阁应该有30%的这个女性这样子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是合理的 我觉得这个建议是非常好 然后如果你要讲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就有关这个马来西亚 是不是还处于这个女性女权的这个权益的 这个还是处于这个服务权社会的这个状态底下 我觉得无论是政府或者是人民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的 OK我先我就讲我们人民 我们人民怎样去看这个课题 当这个课题其实有很多次已经有吵到说 有关女权的这个东西 就很像是之前的性情课题 或者是之前的性情课题 有很多次的性情课题 都已经被媒体炒热了 可是我们的我们的整个民众都没有太大的 没有太大的去管心这个议题 导致到他导致到说 这个有关女权的这个课题一直推不上去 一直推不到去国会的这个 这个呃这个地方去立法这样子 所以啊有一点啊我觉得这个人民也是有也是有问题 这样子所以每一些我觉得总结来讲 马来西亚还是处在一个服务权社会底下 不管政府还是人民呃那个观念还是没有改变 这样子嗯OK我们在派出给Celine之前 我想要呃这里帮呃龙哥那边补充一点是呃 在于很多种文化背景 我们因为马来西亚是属于多元文化背景共主而成 然后在各个种族的过去的那个文化架构去看的话 其实我们基本上每一个种族都是与男性为主 你看呃即便是呃伊斯兰教呃经典里头 呃可兰经典里头也是提及呃男生为主 而女生为卑的这样的一个一个这样的一个呃呃 呃呃框架那在呃华人的传统我们追溯回过去的那个 那个皇宫的那种你知道皇帝跟飞瓶的那种 整个架构这样去看来讲说也是男性为主而女性为卑 印度教也是一样那在这一点来讲说确实我们是否 我们是我觉得我们本来就应该去讲说我们应该要脱离这样的传统传统的那一个frame嘛 那但是我们有没有往这个呃方向去啊 啊这个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点 刚刚刚刚有提到那个宗教的东西啊 我想我想要拉拉一点点啊就是有关这个宗教的东西就是 我还记得之前就是有看一个live就是讲说 哎其实有呃三大宗教在谈论那个跨性别的这个课题 我觉得我看了整个访谈 他们都好像都到后面都一直停留在说 呃在谈论一些呃男女之间的那个生之 就是生之器官的东西 嗯而而不是去谈其实呃男女男性和女性在社会的这个地位 他们没有他们已经失交了 他们把那个其实男性和女性的重点放在那个生之器官上 生之器官上面 对 我觉得这个也是父权社会一个体现这样子 所以就延伸到今天的广告了 这一刻 我觉得我觉得不要谈太远 先给Selene讲话要吗 先给Selene讲话 ok 哈 没有因为想要问你就是关于父 没有没有想要问你就是关于父权的东西 因为如果我们继续再谈下去还有东西可以谈 因为我等一下如果再扯远一点我就要讲什么 性别不应该有 不应该是由生理器官 生之器官来辨别是要由自己的 因为还有很多种性别 ok不要讲到这样点 我们先讲这个父权社会的东西 那Selene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几个经历吗 还是你发现到了几个父权社会的现象这样子 就是如果要讲父权社会 第一个就是这个关于讲这个那个国籍的事情 我才发现就是这个新闻出来 我才想起我其实Jara的时候有读过 就是课本上有讲过 可是那时候我们是有就是学生之间 其实是有吐槽过讲 为什么只有爸爸 就是他在外国有孩子 可是孩子可以拿到国籍 可是如果是妈妈的话就不能 可是那时候因为 老师也好像很理所当然 就觉得这样就应该是 跟做爸爸这样子 所以我们学生也 我们学生也不能好像去反驳还是怎样 所以就 到我现在这个新闻感觉好像身边的人也会觉得 这是一件很理所当然的事情 就是他们会不明白 这么要去乱这件事情 可是有时候你去想一下 你觉得这样 其实他本身就存在着那种 很不合理就是双重标准 所以这个我们觉得 就是一些人觉得这事情的理所当然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也算是 父权社会下的影响 就是我们会习惯性认为讲 孩子的性一定要跟着爸爸 国籍一定是要跟着爸爸 什么什么东西 什么遗产那些 就是要跟着爸爸那一边 所以他也算是父权社会下的影响 然后另一个是 我自己遇到或者我看到是 刚刚我在找新闻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个comment是这样 你们为什么要吵这个新闻 驾鸡随鸡 驾狗随狗这样子 可是我其实觉得 我觉得其实就是可能在以前 会觉得没有怎样 可是其实现在这一段话拿出来讲 他就是跟那个叫出去的女儿 是泼出去水 是一样都是那种 父权社会下的产物 对 你讲到这个的话 可能就是会想到我们 之前农历新年就会有了 年初二才可以回娘家 然后你出息一定要跟你 跟你要跟婆家一起吃团圆饭的概念一样 这样子 对对 是 所以就是 就是会有双充标准 OK OK好听了 这样子可能我再继续讲一下 整个条约 比较比较法律一点的东西 就是 其实我们的这个马华的代表 就是我们的这个原产业副部长 黄日生其实有提到 他们是马华的 他们即便是执政党 他也是男生 他也是有讲到 其实我们应该就是要 捍卫一下女性的权利 他有讲到 其实这个高庭的裁决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有提到 1995年的时候 我们其实有宪述一个叫 消除对女性一切刑事歧视公约 就是一个 总之 讲白一点就是 就是 对 就是一个契约 就是讲白一点 就是不能歧视女性 这样子 可是你想看 从1995年到现在 2021年 也就26年了 我们的这整个 其实有改变到吗 我其实觉得 可能改变到 是一些可能 很明显的那一种 譬如说 就是女生不能读书 这种很以前以前的东西 但是形式上 确实有改变 女性可以去工作 女性可以去 有产假 然后会不会被扣刑 什么之类的 这样子 然后会有条款 或者是法律 来保护 可是基于这种传承权 或者是一些很零碎 或者是现在大家看起来 很理所当然的东西 其实分分钟都是在 都是在歧视女性的 譬如我在一个职场上 最血淋淋的就对了 就是很多时候 有报告有指出 其实很多的雇主 他们在聘请员工的时候 或者是要加薪 升职的时候 都会优先考虑男性 给了理由就是讲 女性就是 等一下又要代产 等一下又生孩子 等一下孩子有什么事情 都是女性去处理 反而男性就比较少 这些麻烦 所以他们会优先考虑 男性这样子 所以在这种机遇上的 这种二选一的过程 他们竟然不是看讲 谁有能力比较好 谁的领导能力比较好 谁能够为公司赚更多钱 或者是谁的条件 更符合这个职位 他们第一个想到的 反而却是 你是女性还是男性这样子 然后如果男性 比那个女的差一点点 我也选男性了 因为还没有这样多麻烦 我觉得这样子来讲的话 你签署这个联合国的公约26年 又好像没有实际上 做到任何的改变 嗯 不知道 其他人有没有发现到 这样子 其实如果你讲 95年前到现在 一直以来 我们都在 都还在歧视着 对 对啊 就是 还活在父权的社会啊 对啊 就好像来龙哥这样讲的 我们从很多方面角度 还是去看 我们爱的是有一种 systematic上面的 discrimination 好像制度上面来讲说 好像理所当然 就是应该是男生为主 然后女生为父 这样的 或者是男主外女主 对对对 我嗯 我我也是有在找资料的时候 我也是有看到说 哎 其实马来西亚是 马来西亚对于女性的 女权的这个课题 其实真的是没有太关注 因为 对 其实每一年 那个 The World Economic 呃 就是那个报告 忘记是什么组织 忘记了 它就每年 啊 对对对 它就是每一年都会有出 那个呃 全球女性 哎 女性 哎 性别平等的报告 它就 他就列 他就列排名 其实马来西亚从 2019年到2021年呢 都是 都是一直在跌的 呃 2019年我记得是 104名 然后2020年是 呃 112 很像是啊 哎 我忘记了 就是总之 一直在跌 我觉得应该是有跌 10名那么多 OK 这个 我就是我看到的时候 我是有一点瞎到 这样子 嗯 所以 意识上来讲 可能我们没有再真正的 歧视人 可是排名会跌 就代表我们 停在原地 你懂吗 对对对 别人已经在进步 然后我们就一直站在那边 所以就 没有进步 就是退步的意思 咯 对对对 呃 就连 这个啊 你先讲 就是就连 呃 我有看到资料 就是说 哎 其实 缅 其实缅甸是排在109名 我是有吓到 就是 我不知道啊 比我们还高 这样子 对比我们还高 然后 呃 呃 呃 我想要讲一下 就是我找的资料 就是关于那个 呃 伊朗的状况 嗯 其实伊朗 它在这个排名上面 它是排 呃 150名的 它一 呃 它从去年到现在 都是150名 它没有变 可是呃 可是 它唯一跟我们不同的是 它在去年 它已经承认了 呃 就是母亲 可以赋予孩子 可以赋予她的孩子 国籍的这个 这个条约 其实 它的状况是跟马来西亚一样的 然后它 而且 它们是一个 呃 意思 回教国家 然后 它们 竟然成 它们竟然承认了 就是呃 这个女性的这个 这个权威和权益的在 其实 我觉得 对于 哎 就是有人讲说 其实 伊朗 在这个中东地区呢 的这个举动 是一个 标杆 对 就是 在中东地区也没有人 有尝试过这样的东西 所以 我觉得 伊朗的这个动作 也可能会 给马来西亚这次的这个 呃 这次的这个案件 做一个借鉴啊 或者是 做一个标杆 这样说 哎 其实已经有回教国家 已经是这样子做了 所以 我们马来西亚 是不是可以考虑 去呃 效仿这个伊朗的国家 去 做这样的一个举动 这样子 去承认 这个女性 其实是 可以呃 可以带 可以拿到 可以为孩子 争取到这个 国 这个公民权的 这样子的东西 我想要 我想要在这里 帮龙哥补充一点 在2020年的 World Economic Forum 关于到 Gender Gender Gap 他是用 Gender Gap Index 就是 性别之间的 那个和的 那个排名来讲说 马来西亚在 2020年呢 是排在 104位的 那在 2021年的 Report的时候呢 是排在 112位 我们是 调了 8个名次 对 特别怠慢 OK 我觉得可以 我帮龙哥 再 在 包装一点点的啦 就是可能 龙哥想讲的是 我们 很多人 或者是全球 都觉得 相对保守的 中东国家 都有一个 这样大的 一个改革 反倒就 马来西亚 你好歹之前 也是 亚洲四小龙 是不是 能够 就什么都 什么都 进步都没有 这样子 然后你还停留在 之前的 父权社会啦 那对Celine来讲呢 你 还有什么 其他的 父权的东西 要 要 要分享的吗 譬如说 我知道你可能 要讲 教育你 女性要保护 自己的东西 就是 我觉得这一点 身为女性的 你可以分享一下 这样子 就是 这样讲啊 就是从小到大 要是发生 什么事情 家人就会跟你讲 你要 保护好自己 你不可以太夜慧 你要穿长衣 长裤 之类的 不可以跟男生 太靠近 之类的 可是就是 没有人会去 特别去跟男生 讲你们要尊重 女生 你们要 关好自己 这样子 对 就是基本上都是 甚至是 甚至是 事情发生的时候 每个人都知道 第一反应 会先去问 女生 讲 你 就是为什么会去 发生这种事情 是不是因为你 传害少 是不是因为你 没有注意好之类 就是 哪一个我觉得 比较靠近的 就是之前 中国不是有 可能来 无意烦的事件 这样子 就是 因为我很常去 关微博 所以我看到 的评论 很恐怖是 大多数的人 没有去想 为什么 为什么那个男生 要做这样子的事情 而是每个人 会去自问 那个女的 讲 你讲的事情 到底是不是对 肯定是因为 你是她的粉 你做了些什么 或者是 你爱慕虚荣 你才会跟她 这样子 可是就没有人 去自问 那个男的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 就是 大家都会 习惯性 去这样子 对待 女生 可以这样讲 我觉得可以 补充了一点 就是可能 像Seline 讲的 吴亦凡事件 虽然吴亦凡就是 在法律上 很明文的规定 就是讲 我表明 你做错事 你就是会受到对付 可是很多 所谓的歧视 是在这种 法律底下的 一些舆论 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舆论 虽然这些受害者 最后也不会被关 也不会讲 因为你跟他 有发生什么事情 后购 我也把 政府也会把你 一起关进检牢里面 可是我觉得 所谓的歧视 就是这些受害人 尤其是女性的话 会要面对更多 社会的舆论的 一些讨论 或者就譬如说 像刚才Seline 讲的 就是 你是不是 不检点 你是不是 爱慕虚荣 等等之类的 就我觉得 更需要探讨 就是 更贴切 我们父母在教育 不同的孩子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一个 很大的区别了 譬如就是 男性你要 几页鬼都没有关系 两点三点都没有关系 可是女生呢 就是 你吃回来 就代表你不检点 会有这样一个 教育模式 不然就是说 女生就是一定要 好好照顾自己 像Seline刚才讲 我觉得这种 比较社会上的 其实是还是有存在的 虽然很多东西 不能用法律来 来约束 可是我觉得 这些东西 我们排名会掉下去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教育的这一块 是没有做好 而且我想提到 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 之前我记得 我们之前有讨论过 很多女性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讲 妇女部好像没有做东西 可是 现在就是 我觉得是妇女部 是最应该可以 做一点功课 或者是可以达到 KPSG 对 就发挥他们的时候 可是 为什么到现在 妇女部 一生都没有出呢 反而就是 不是你部门的一些 国会议员 或者是 内阁成员 在那边发声 然后你自己身为 要保护好 一直讲到 提升女性的权益 或者是保护好妇女的这些 这个部门 或者是组织 你完全没有做到 任何一个东西 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 比较 心寒的东西 是 如果 我觉得如果讲到 内阁 就是 就是 妇女部长 有没有发生的话 我觉得 我觉得它是有发生的 我觉得 那一天 当 新的内阁 重组过后 其实我是有看到 他说 他讲他 他要 他呼吁那些 被性侵的那些女生 就是 当你发现你被性侵的时候 你第一时间先报警 然后你才来找我们 这样子的东西 对对对 当然很多人会 很多人会骂他说 你这样子说不对 这件事情发生了 我们才补救 是不是有一点不对 可是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也不可以 也不可以完全骂他 就是 其实他讲的话 也是有道理的 当 当你真的被性侵 你发现你被性侵的时候 其实 报警才是 就是 第一个你必须去 行动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 也没有必要骂他 不过 如果站在一个 一个决策人的 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 这样的言论 其实是 有一点不适合的 这样子 我觉得可以再讲的 就是 我发现到妇女部 所谓的保护女性 我觉得他们 还是停留在那种 你受到性侵 或者是你受害的时候 你可以寻求我们的帮助 可是在这个 我觉得 相对更加重要的 就是这个 国籍传承权 就是代表你以后你的孩子 能不能在这里 继续生存 继续享有一些 公民受到平等的 对待的这些课题的时候 反而就是妇女部 我是没有看到 他们做什么东西 我就觉得可能 马来西亚的整个风气 就是讲 我设立妇女部 就是他们有什么问题 有家暴 受到性侵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组织 会有一个单位 负责 负责保护他们 可是在这些 国籍传承权等等 这些课题上面 我觉得可能内阁 或者是一些 整个风气 就觉得 哎呀 这个不是很重要的东西 他们又没有受到伤害 这样子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是 应该是要从教育着手吧 不知道你们其他人 有什么看法 其实我觉得 我可以讲的是 我身边有发现 对不起 哇好赖 我身边是有发现到一些 一些事情是因为国籍的关系 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申请到学校读书 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撇开所有啦 我们撇开讲说 吃啊那些 吃衣食住行这块的 衣食住行 可能会有一些单位 他可以去帮忙到 可是有一些东西是 这些单位帮忙不到的 就是教育上面的东西 教育 对对不起 然后就 怎么说 就是有一些非盈利组织 他是可以去做到 这一个教育的东西 就是能够来上课 但是他就是 没有办法 像是一个合法性的 就好像我们那个 义务教育 11年的义务教育 这样他没有办法 达到这些义务教育 比较完整的教育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来讲说 就我比较关注的是这个 因为衣食住行 他在非盈利组织上面就 还勉强 会有福利部 对 还勉强讲说有 可是就在这一点 那我一直在想 那个双国际 因为我们在 昨天 前天我们在准备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们有讲到是说 到底他问题 有很难去解决吗 其实 我看不到一个点 对不起 我还是会觉得 我看不到一个阻止他的点 阻止那个孩子 因为母亲是马来西亚人 然后要承认他是马来西亚公民的 那个门槛在那里 因为我觉得 对 没有问题 那我确实是看不到 嗯 OK 其实刚才Kent讲到这个 申请公民的东西 就来讲一下内政部长 那个韩查 韩查在努力 对 他有讲到的东西 因为他有很多翻译 韩查 韩查 我们不知道 总之叫韩查 OK 他总之他给了一个理 他给了一个理由 就是讲 我们在申请做公民的时候 我们要看几个法律的 第一个就是 1964年的公民权条规 还有婚姻注册法 还有移民法 这样子 那其实有讲到 如果这个大 这个跟外籍男子结婚的 大马女性 他们的孩子要得到公民权的话 就他们会约束 所谓的那个外籍男子 也就是那个孩子的爸爸 必须要可能在马来西亚 打一个几年 或者是在这边生活个几年 才有可能 不是一定哦 你才可以去申请这样子 至于有没有通过 那又另外讲这样子 然后其实还有讲到 当局在处理这些文案 的时候会考量到 我国没有承认双重国籍 我觉得还是停留在表面的东西 然后又讲到 其实每份公民权的申请 都会有不同的文件证明 所以他们会个案处理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 还是回到那一句 为什么 我觉得 他没有回答到 所谓的 为什么男性 就可以自动 有这个传承权 有女性 又不能有这个传承权 我觉得最根深蒂固的 主要原因 还是在于 整个 风气 可以讲风气 我不要怪政府 就是整个风气 都是还活在那种 父权的时代 就是 哎呀 你的爸爸是马来西亚人 这样你肯定会跟你爸爸 在马来西亚生活 他们还是有这样一个想法 可是现实来讲 不一定的 我 我爸爸过后 跟我妈妈离婚 我跟我的妈妈 回到我妈妈的国家去 这样我还会有 马来西亚的国籍 这样不是才会真正 有一个双重国籍的问题吗 我觉得 这个才是当局 应该要讨论 或者是 加强整个执法 或者是申请过程 还有必须考虑到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 我比较 我想的比较 比较 就是负面一点 其实我是觉得 其实当局 他们是知道 在发生什么事的 他们也知道 女性 就是女权的这个重要性 我其实 我觉得他们知道 因为 因为其实 这疫情期间 长天下已经发生很多 有关女权的事情 而且 在这件事情上 高庆已经裁决了 就是做出一个标杆 标杆性的裁决说 女性 就是母亲 可以赋予孩子 这个国民权 这件事情 其实 已经引起很多舆论了 其实 他们应该也是意识到 其实 女权是很重要的 可是 可是 他们给出的理由 就是 双国籍 他们 要避免双国籍的出现 他们 就是一直给着这个理由 但其实 对对对 但其实 如果你 看外国的一个案例的话 其实 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 这个真的不是理由 其实 我就有做 我就有做了一个research 不是research啊 找到了资料 对 搜查到一个资料 就是说 其实在非洲西部有一个国家 就是 它的英文叫做 Togo 就是 华语的话 翻译就是 多哥 其实他们的法律呢 他们是在之后 他们有允许说 其实父亲 父亲跟母亲 他们是可以 为他们的孩子 去争取这个国籍的 可是 可是那个条件是 父亲的国籍的 那个 国籍的那个 就是父亲的国籍 必须明朗 这个是他们条件 就是申请的时候 必须要很明确的指示 他的父亲是哪一国的人 对 他们是在这个条件之下 他们才可以赋予 那个母亲的孩子 那个公民权 所以如果 如果我们 我觉得可以建议政府 就是说 其实你可以在 证明这个 双重国籍 或者是国籍这一方面 去加一点 去下一点功夫 去做得一点 政策的一些改变 或者是行政 行政的一些改变的话 其实有可能 可以解决 你他们所给出的理由 就是双国籍的问题 对 这样子 然后 我忘记要讲什么了 刚刚 OK OK 讲到这个双国籍的问题 我觉得最主要的一个就是 像看刚才 我相信他要提到的东西 就是 譬如 我可能就是 我跟随我的母亲来到 就是 他的老公是外国男子 然后 万一就像是马来西亚 都像高庭的才觉 就是 跟着母亲也有自动的 这个马来西亚国籍的 这个证明的话 那你担心双国籍问题的话 那是不是代表 只要 那一个人 还是你的 大马国民 或者是 整个国籍 不论你的爸爸妈妈 是不是马来西亚人 总之就是 套用在每一个 马来西亚人 你只要 在马来西亚 没有生活了 一段时间 那你就 自动丧失呢 这样子 是不是会 比较好 会不会是 比较 容易解决的东西 才不会有一个 双国籍的问题 所以想讲的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他们一直讲的这个 双国籍问题 一直是很表面的 然后也没有给出一个流失 为什么 对对对 为什么没有 讲到 男公民的孩子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女公民的孩子 就反而会有这个问题 这样子 其实 其实如果 我们在延伸这个双国籍的话 其实他是可以谈到说 人才流失的这个课题 因为 其实韩国他们也有在 就是处理这个 就是为这个双国籍的 这一方面做出很多政策 他们开始开放说 要让 就是外国的这些 韩国的 应该是说 让外国人更容易得到 他们国家的这个 国家的这个 公民权 然后 可是他们 当然他们 就是政府 是出于的那个理由 就是说他们要 让 因为他们国家也是 正在老龄化 然后他们也 就是要让更多的人 可以加入他们的 就是进他们国家 就促进 就是改善这个问题 对 改善这个问题 然后 让他们的人才也是 就是让他们的人才 就是有更 更加多这样子 所以他们是用这个政策 可是 他们当地的那些人民呢 他们是非常反感 就是因为有一些 正式因素 就是他们不喜欢 中国人这样子 所以 如果你要讲回来的话 其实 国籍这个问题 它可以牵扯很多 尤其 尤其在我们马来西亚 已经牵扯人才的 这个状况下 其实 双国籍 或者是国籍的课题 是应该被 看大 看大的 这样子 然后尤其是在 这个女性的 这个 就是女性给孩子 这个国籍上 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因为 其实如果女性 你想一下 如果 如果女性 我们赋予这个女性 这个 就是这个 优势或者是 这个权力 让她的孩子 可以拿到 马来西亚的 这个国籍的话 其实 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她的孩子 如果她的孩子 是另一个 专家的话 就是她修炼到 她已经读成 另外一个专家的话 其实 如果她留在马来西亚 是对马来西亚的产业 是有帮助的 是 如果是这样想的话 其实 我觉得 我觉得马来西亚 是没有理由 不承认这个东西 这样子 是 是 我回来了 有话讲 我刚才一直提到国籍 我觉得我刚才有听到 龙哥这样讲 我的立场 其实跟龙哥 也差不多 因为我觉得 在 如果我是部长 或者是 如果我是提成 那个修法 就是 比如说 我提成 这个最后 还是回归到 国会议员 他要不要做 这件事情 他回到去 一个political view 因为现在 任何一个 议员 甚至他提一个 私人法案 还是什么东西 或者是 甚至自己 内政部长 自己本身去修 想说提成一个修正 修正 修正相关的法案的话 他对他来讲说 是一个政治上面 仕途上面的 一个加分 在于双重国籍来讲 我觉得不会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 我不知道可能 下面有一些朋友 可以反驳我 但是我是想要 聆听一下 是否 有一个我们 看不到的 那个盲点 那我觉得 如果我是内政部长 我只需要修那条 法案 我只要说 如果母亲 他的那个 想要将自己的孩子 纳入在马来西亚国籍 就成为马来西亚公民的话 那他必须要放弃 他原有的国籍 这个就是唯一 就是必行的 那个条件 那如果他行了 这个条件过 我觉得下来 不会有任何一个问题 因为龙哥刚才 最后提到是说 我们不要人才外流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 人才外流了 那在于未来来讲说 这些孩子 他可能是我们 未来的人才 那如果你不保留的话 你什么时候才保留 你等到他 离开了马来西亚 然后在其他国家 海外那边扬名了 然后过后 有新闻报道讲说 他一半是马来西亚人 那个时候 我们才来光荣 我们不是 我们好像常常都会是这样 是不是 有没有发现到 对 我觉得 我觉得现在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 就是我们邻国的新加坡 对 因为我 因为他们的 因为他们的条例是 把他们条例不是father而已 他们是parents 对 所以 我觉得 相对 对 相对来说 竞争 如果真的是要 在东南亚闯出一片天 我觉得还是要改掉这个条例 这样子 我觉得 可能你 可能不要 这样讲 撇除人才 人才外流来讲 就是 当然 就是很多人会讲 你又不能确定 那个孩子这样小 以后是人才 所以就很可能 还会有人 这样的反驳 可是我觉得 最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像高婷 所讲的 你所谓的父亲 改成双亲 就像新加坡的做法 把father 换成parents 爸爸换成 ebu papa 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 可能像Ken讲的 也是很 很容易解决的东西 只是为什么 内政部一直要上诉 然后会有一些 不阻止的这个动作 我觉得还 可能背后还会有一些 政治的考量 譬如我 我比较 黑暗一点 可能他觉得 他这样子做的话 会丧失一些 保守派的选票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 可能再 提一下 我们就 现在 剩 剩十分钟 这样子 我们来提一下 比较hot的 卫生棉课题 OK 卫生棉课题 我觉得 相信大家都知道 因为有配合一个 图案的设计 跟BIOS的设计 就讲 那个花卉 竟然是放女性的 生殖器官 然后引起很大的 一个恐怖 这样子 OK 我们先不要 贪气 我们先 我们先问一下 因为毕竟我们三个 都不会用 不会用卫生棉 我们就来看一下 我补一个问题 你觉得 对 我补一个问题 我要先问 Seline 你有没有看到 那个 卫生棉包装了 然后你有 feel offended 然后你从这个 没有 我就是要问这个问题 对对对 我觉得 我觉得 我觉得他们做到 他们设计到很美 我没有发现到 我也是没有发现到 没有 其实老实讲 我觉得这个问题 就像是 你有心 要怎样看的话 你就会怎样看 因为其实整个 我看过 我看那个卫生棉的包装 我是有看过的 它的整个设计 我觉得就是一朵花 不是一朵花 就是很多花 这样子吧 然后那些人 就是去zoom 或者去放大 就讲 哇 那个花蕊 竟然是阴帝 我就觉得 这样不像是 之前Fara N的事情 这样子咯 人家明明就穿 一个体操服 这样你只要zoom 就讲看到哪里 看到哪里 这样我觉得 也是一个有心人 刻意 刻画的东西 Seline先看 有怎样的看法 嗯 哈 没有 我的看法 就是觉得 这样 呃 意思我不明白 他们这么连 这样子都要吵 就是有更多 应该值得 去关注事情 然后我要 纠结在一个包装上面 而是 呃 根据那个 那个叫什么 伊斯兰的 那个是 妇女女士 对 我不明白 因为他的 他的对的是讲 这个包装设计是贬低 跟羞辱女性 对 我不明白 这样 就是那个 那个包装哦 是以 就是他 他们 因为他们的campaign 是要 要鼓励女生 照顾自己的 那个vagina 但 how come 这个会变成一个 羞辱女性的 的东西 我就不明白 这就是一个器官 他何来羞辱 ok ok 好 好 让另外一名女性 女性的 来 你讲一下 等一下先 哦 我现在是 有有有 啊 有有 我要讲 其实这个 他其实是 under那个 Librex 他有一个 呃 他们的那个叫什么 branding 这样的东西 是 嗯 他那个program 叫 no your v 对对对 no your v 之后 他们其实有 很多个 一系列的广告 从以前开始 就好像 比如讲 女生会 呃 那广告是讲 女生拿着 镜子啊 去看自己的 指数 什么这样的东西 其实他概念 整个concept 我觉得是很好的 最近 嗯 我之前那时候 Ken他 在他自己专业 有post过啦 呃 就是那个 今天有一个海鲜广告 讲他讲关于 那个食物处 这样的东西 ok对对对对 其实 这两个广告 和他手法 就是不一样嘛 第一个 像那个 呃 讲讲 Vebrex 他其实用了手法 其实 他是在教你 要怎样去 appreciate 你的 私密处 对 然后他是以 花 花的 形态 去来代表 我觉得整个东西 是很艺术 而且很 artistic的东西 他就要让你 去把这个东西 可以拿来讨论 他不是把他讲 包装成一个 很 羞耻 还是这样 可是好像 之前那个广告 我觉得很有问题一点 就是 那个根本就是在 污名化 而且是 以一个很不好的手法 去呈现这个东西 所以我无法理解 这个 like Vebrex 迎起的反弹 我不懂他们平常 是用我牌 有一声名的 我觉得 Vebrex很好 加一 加一 我是个很好 Vebrex要选 Vebrex要 要 要选 代言人 请找我 没有 我觉得 这个广告 他整个带出来的 价值观 怎样 我没有被 offense到 因为 他不是 今天突然 如果他今天 突然做这件事情 可能人家会觉得 他活动取巧 还是怎样的 可是这个东西 他们是一直以来 都在推广的 而且我觉得 他们的态度也很好 在接受这样的反弹 他们立刻道歉 虽然我觉得 没有必要 因为 讲真的 那他们没有 特地去讲 你也觉得 那是一朵花而已 是 是 我觉得 这样应该讲了吧 他甚至用一朵花来讲话 根本没有羞辱性吧 就是 我相信 在场的各位 或者是 每个人都会喜欢花吧 没有人会觉得 没有人会觉得 爷儿你给我花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 有道理 对就是 你母亲节也送花 你毕业也送花 你求婚也送花 你做什么东西 都是会送花 我的理解就这样啦 你把 他把这个 OK啦 你要当看这个私密处 他把这个信 这个私密处 当成一朵花 这样有什么不好 其实 其实如果你从 然后我刚刚有po了一条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在我页面上面 然后我是 我是觉得 有一条推文 他是在讲到 当然他是 他是这样讲的 如果你觉得 你被卫生缅 广告包装 设计惹怒 但是你却对性骚扰 是件冷感的女性的话 你真的是去死吧 就这样的意思 他看 就是好像刚才 Seline 和 好像有提到 他没有 关注到应该 关注的点上 你看到的东西 就是 你的脑海里面 manifest出来的东西 想要看什么 就是什么 因为我在我的留言区 那边主要 有一个人 他是直接这样留言的 心中黄 黄 到处都是黄 就是说 如果你看到的 那个东西 是黄的 你基本上 你就表露出来的 就好像 如果你把这个包装拿去给一个小朋友 看那个小朋友是看不到东西的 他就是看到花罢了 就你不要 我感觉到他就是 因为对很多 我这个广告出来的时候 我其实有发 我其实在猜想 他会引起来多大的冲击 我在想说 女性会怎样去看这个东西 我错了 因为我以为说 女性消费者 他会觉得 其实不应该用这个图 但是后来 我看到绝大部分的 那个都是觉得 这个图有什么问题 这个图就是花 你在看什么 即便是他真的 好像他在用Vachina的话 他在用Indie去描述的话 我觉得也没有问题 但我觉得的话 这个觉得就有点 男性上面 没有办法去做一个主控 但是如果女性们 都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那还有什么问题 现在搞到我很想 明天去Lotus那边 看一下这个 非常棉的包装 没有 其实我看到很多留言区 也是有讲到 他们觉得 用话来讲话 或者是整个 他叫什么 Libres 他可能说我们的 Libres 他可能说我们清楚 爸爸 你不要这样 OK 我现在了解他的名 Libres 他在做整个系列 像刚才Ging讲的 他是有在 我看到留言区 是有讲 他一直都有在做 一个教育的工作 就是讲 你怎样照顾 你的 私密处 或者是你在 来月经的时候 你要怎么处理 整个事情 我觉得整个事情 就是算OK的 然后很多留言区 其实是一片站好的 我就不知道一些人 为什么要特地的 去看大 那个花蕊 不是看花瓣 这样子 不好意思 我想要补充一下 因为其实 关于月经 这样的事情 其实一直以来 女生 即使是我们自己 女生 其实这个课题 可以讨论的东西 很多 就好像之前 有讲过 Malaysia 有那个 在月经的事情 然后好像广告方面 他们通常都不会用红色的月经 学来代表 他们只会用蓝色 液体来代表月经 他其实很多东西 他其实 我觉得 他们过度放大这件事情 反而会让人家觉得 月经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 是 因为 这个 rebrass的广告 真的没有 我不觉得 他存在任何负面的 想法 他不是一个负面的 寓意 他不是 以不好的方式 去表达这个东西 他反而是要我们去 appreciate我们自己的身体 所以如果 大家这样去放大 这件事情 这样去 他其实是带给大家 一种羞辱的感觉 反而让一些比较 保守人觉得 哎呦 这么要拿这个东西 摆在台面 可是 本来你是女生 你就有这个东西 嗯 OK 好 那 先给T 讲话吧 T Hello 大家好 可以锁心我头像 我把那朵话放出来了 我觉得 现在我们 大家的意见 都是 华人的群体 尤其是女性 如果换位思考 我放在 我是一个 马来人的 那个女生 来看的话 它其实 牵涉到 宗教信仰 你看啊 如果他们 不 Bertudong的话 都可 就是看到 井啊 或者是看到 一些部位啊 手啊 一些部位的话 是吗 都可能 会 引起 一些 不好的东西 因为这些部位 都只是能给自己的老公 看而已 何况 把这个东西放在包装的话 他们就会感觉到 诶 我的那一个 其实就在包装上面 给大家看到 因为他可能会有 那个 投射在那一边 然后 女生觉得OK 那男生呢 你明白什么意思吗 尤其是一些 比较 讲 有一些男生 讲 我看到了某某个部位的话 或者是井啊 角 角鹅啊 一些露出来的部位的话 我就会有 起到一些 不好的一些想法 然后那个伊斯兰的女性 她可能就会有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而且在他们的 奥库拉里面 就会讲 要把你们的胸部 遮住 这是阿拉讲的 过后 胸部都要遮了 然后这一个东西 画出来 放在那一边的话 她可能就会被 offender到 这个offender不只是 从女性的这个角度 她可能还是 从宗教信仰那一边 被冒犯到的 这是我的一个猜想 因为有时候 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 那边看嘛 如果换位思考 去想 为什么他们的反应 那么大的话 可能是跟宗教 谢谢你 我关于这一点的话 如果是踩到进去 伊斯兰教育的话 我觉得我也 我也可以来讲一讲 不是讲我要代表 伊斯兰教 我没有 我没有这样的资格 但是 我们也清楚知道 甚至是穆斯林群体 自己也知道说 有时候 可兰经里头 因为可兰经 他们是不能够僭越 他们不能够去挑战 他的内容上面 是不能够去 这是穆斯林上面的 一个坚持的东西 所以如果他们 当然今天我们要看的 我们今天 我们在线上的 大多数都是华人 基本上全部都是华人 所以我们是从华人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好 第一 我们如果看 他在文高中 他讲的东西 他也没有完全讲说 这个东西 你触犯到 穆斯林女性 他是讲 你触犯到女性 所以他在代表着 女性去说 这整块东西 他触犯到 所以我觉得 一点来讲说 你想要讲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 冲着说穆斯林女性 这样去讲 可是他感觉上 好像代表着 所有的女性这样 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 我没有办法赞同说 亚丁可以去 agreed upon 或者是voice representing 整个女性 这样去看 再者 就好像刚刚T 有提到是说 你看到的 也就是说 你刚才讲说 是你看到的 这一个东西 就是女性的下体 现在坦荡荡 印在那个包装上 所以 现在好像是 给别人看到 我的女性的 那个影底 这样 我不赞成 我不赞成的点是 他不是活生生的 把一个女性的影底 印在那个包装上 这是因为 他们看到 感觉好像影底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 因为如果你讲 女性的影底 印上去的话 容许我出俗的 讲一句 每一个影底 长一个样吗 每一个男性 气管长一个样吗 所以他在 印上去的时候 他的初衷 不是印着一个影底 所以最终他也是 回到去说 这个人在 perceive 在看的时候 他看到的是什么 所以变成 他现在感觉像是 已经 他如果没有讲的话 没有人会去 特意去 特意去引述 讲说 这个长得很像影底 而是因为他们 引起了这个讨论 而让大家去 觉得说 Oh Debrace 你不应该这样做 所以才会引起 下方的很多的那些留言 甚至是穆斯林 女性群体 都是回应说 没有问题 这个东西没有问题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想讲 最重要的是 你怎么投射 你怎样去看的话 它是什么东西 我觉得整个新闻点 会吵很大 最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 有一些人 把自己的 perspective 放大 整个炒作 就让其他人 也会觉得 其实他也是 所以我觉得 最应该要 改变的观念 应该是 这些人的想法 还有教育 想要 着手的问题 对 我能echo一下吗 好 可以啊 其实这朵花 我是觉得 没有问题 而且是很 艺术的啦 同时是吗 它是 有一点点 在玩了一刻 会是地带 这样子 所以 在城市的地方 的那些 马来人 或者是回教徒 都 其实都没有问题 都OK的 问题是 以前我们的回教 是除了 那个 阿拉所讲之外 还有声讯 之类的 我们以前的回教 都是很open的 但最近 阿拉伯的一些 Wahabi的这些 思潮跟思想 已经 就是它比较 极端的那种 比较原教旨 主义的那一些 思想跟教义 就进到来了 然后有一部分 他们就越来越偏向 你有注意到 我们一些 马来女性 她甚至会把 那个脸都会盖上了 所以 这方面的话 其实是很 势烈的 而Libris 她 她的出发点 跟用意是好的 她用了这个 艺术的 这一个手段 去呼吁 这一个 觉醒的运动 大家要注意 然后 卫生 这些 女性的 那个 Vagina的 健康 她的出发点 是好的 但她 在马来西亚的 回教徒群体里面 她可能会 忽略到 其实我们 现在已经 分裂成两派了 然后 我觉得那个 那个 回教的 那个 发那个 他们的公关 做得非常的烂 而且他们 也代表了 所有的女性 这个是让我 offend得到的 我讲 凭什么你代表了我 之类的 总之 他们的公关 很烂 然后还发 这个声明的话 原本我觉得 OK的一朵花 现在我也 越看了 越觉得很香了 然后全部人 也看越香了 所以他的公关 是做得很烂 我们还 谢谢你弟 我们好像 还有一位是吗 对尊慧 对尊慧 哈喽 听到吗 听到 可以讲 首先我要讲的是 如果接下来 我所讲的东西 有麻烦到 对不起 OK 我要讲的有两个点 第一点是 如果 他所谓的借了 灰色地带的话 那么 我们是不是 是不是应该 禁止所有 XL size 的安全套呢 这样子的话 也对那些 可能说 size比较小的男性们 是一种侮辱嘛 对不对 第二 如果说 这个灰色地带 这朵花是处于一个 阴地的状态的话 那 是否我们应该 禁止使用某一种 海鲜 鲍鱼吗 因为毕竟可能在 一些人会 一些人会 全市重视阴地 对 对 我想讲的 就是这样子而已 确实 我没有想到 君会会用 安全套来做一个 比喻 我赞同 所以就是 我觉得最重要 就是 就像刚才 T有说到 一些城市的 马来社群 就觉得 没有问题 可是一些 可能比较 相区的 就觉得 很大的问题 先不论 讲他们的 这个想法 是从哪里来 所以我觉得 最重要的差别 就是 可能在城市地区 他们见识的 东西比较多 或者是受到的 教育比较高 所以我觉得 最应该要做的 就是 整个保守 整个保守的东西 必须要摒除掉 然后教育的课题 要慢慢着手 慢慢培养 这样子 不知不觉 是一点多了 我最后 这里讲一讲 我觉得 为什么我们 延伸到 这个女性 刚好她出来 因为我们是 星期五的时候 我们决定说 我们可不可以 谈这个 女性权利 关于到 那个国籍的 那个科技 国籍成传权 国籍成传权 就 拉到来 女性权利的 这一块 那今天我觉得 我们大家都有一个 同样的看法 觉得说 应该要承认 而不是 一直在 一直在 图 一直 就 我们是时候 朝着 不要只是呼声 讲 gender equality 然后但是 我们完全没有 朝着gender equality 的方向去 我们只是 喊个口号 但是没有做动作 我觉得这个是 对一个 正在发展 或者是 朝向更加 更加先进的国家 的一个 托慢她的 最大的 那个 factor 所以我们才会 今天我们准备的时候 突然间今天又 猫出 这一个 卫生棉的 科技 我们就把它 拉到来 谈 那我觉得 我的个人 我是觉得 我是还是那个 我还是觉得 没有offense 因为 那我不反对 说在成交地区 因为 某些教育 或者是 甚至是 遗产教育上面 它 让大家觉得 这个就是offense 这个就是offense 可是女性 她是否应该 要脱离 讲说 这个就是offense 反正因为 如果他们没有 被offense到 为什么他 又觉得被offense 所以这是一个 今天我觉得 也不错 我们今天 讨论到的 一个点 对 对 然后 做总结 总结 我觉得 总结 刚才我所说的 就是 最重要的是 改变整个风气 不论是在 这个国籍传承权 或者是在 这个 卫生棉的课题 上面就是 整个风气 你要怎么看 整个 就整个 舆论会因为 风气而受到 影响 所以就是 在传承权的课题 方面 很多人觉得 百次跟着 爸爸的 比较好 所以整个 父权的体系 所以我觉得 这个风气 需要改变的 然后在 卫生棉 课题上面 最主要 就是 每个人的 perspective 不一样 这个 当然不能 我们不能讲 硬式的 置入化 我们看到 这个东西只能想到 特定的东西 不能统一了 可是 很多东西 我觉得还是要 从教育着手 才可以慢慢的 回到 摒弃那个 城乡之间的 差异 第一 第二个就是 可能是 风气上的东西 就像刚才我讲的 整个风气上的东西 最重要还是由 教育着手吧 对 对 没有错 龙哥要做一个 总结吗 然后我们再 pass给Seline 做一个 小小的 那个 总结 好 其实我是觉得 马来西亚应该要 借助这个机会 我把它看成 是一个机会 就是 可以去 开始去注重 女权 这个东西 因为 这样的事情 如果再 就是再继续 发生的话 其实也不是很好 如果 这个事情 可以讲是 把它闹大了 然后 也有很多人 看到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政府 也应该 借助这个机会 去承认女权 然后 进而 在政治 在政治的这个 博弈上 其实也是一个 对他们一个 有利的一个武器 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 对于政府来说 也没有坏处 所以我觉得 政府应该 开始去注重 女权 然后在这个课题 从这个课题下手 这样子 最后我们请 Seline 我赞同你们 先跟你讲 可是你想要 在未来 看到一些 你总会有一个 很憧憬的 你想要看到什么 比如说短期内 或者是长期内 你的前景 你的前景 就是 比较 我觉得 如果要要求 完全男女平等 我觉得 在马来西亚 可能会有一点难 可是 I mean at least 可以让女生 一些地方 意识这个国籍 而是可能 工作上 可以 取到的 福利或者权利 是可以 跟男生是相似 不是相似 要公平 公平 平等 好 谢谢Seline 然后谢谢 Dainan 谢谢龙哥 那今天其实开了这个课题 真的是想说 你看我们今天谈到的 有一点 很灰心 因为我觉得 我们在一个 算是一个 相对来讲说 很不错的一个国家 我没有讲政府 很好的一个国家 但是就是 大家还在远离 他不觉得 女性是必须要服从男性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真的不公平 但如果我们要 仔细谈下去的话 在整个社会 来讲说 还有很多东西 是对女性 是不公平的 那 比如说 在薪酬上面 你就看得到了 我相信 在线上有在听 或者是下来 你在听我们的podcast 的女性朋友 你都会觉得 为什么我跟 一个男性同事 做的东西 都是一样 可是往往 男性同事赚的 会比女性同事 来得更多 如果我们未来 有机会的话 我们当然是会 再开这个话题 去谈一个 女性权利的东西 我觉得也是 但是一种 男生来谈的话 其实也是一种 不错的 一个开始吧 这样讲 好 现在是11点 12分 谢谢大家 一直待到最后 当然我们今天的 这个会录影 录到去 然后下来会后置 然后放到去 我们印材智库的 频道上 那如果你要 重新去回顾的话 你可以到我们的 印材智库的频道 上面去聆听 那如果你觉得 我们今天这一期的 录影跟整个内容 是值得分享给大家的话 也记得请大家 把今天的录影 分享到你各自的 社交平台上 然后记得 我们让我们 知道你分享了 再来就是 请follow我们的 个人的脸书 脸书专业 对对 然后是一个画家 大家可以去 关注他的 Instagram 然后他的 Instagram的 我们在那个 我们的宣传文案 那边有 添加下去 大家可以去看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了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大家 晚安